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糯米粉不要总是用来包汤圆或者是烙饼吃辣 学会这个做法,软络香甜可口 天天吃都不会腻 入口即化,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经常这样吃对身体还有很多的好处 您可以试试哦 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200克左右的糯米粉倒入碗中 再加50克左右的玉米淀粉 加两勺白糖 喜欢吃甜一点的就多加一点 然后加一袋纯牛奶 搅拌均匀 糯米粉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吃常见的美食食材 软软糯糯的口感,很受人们的喜爱 属于一道老少街仪的美食 它的吃法多种多样的 今天的这个做法呢,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来吃过 看完视频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保证您吃过一次就会念念不忘 把它搅拌成这种流水线的状态 没有干糯米粉颗粒,感觉非常细腻就行 再加一勺玉米油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至玉米油和糯米粉糊融合 然后准备一个深一点的盘子 刷上一层油 这样可以防粘 再把糯米粉糊倒进去 接着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放入锅中 水开后蒸七八分钟 把糯米粉糊粘熟 趁这个时间准备馅料 我这里呢准备了一个木瓜 把皮给它去掉 木瓜是一种热带水果 口感清甜爽口多汁 营养价值非常高 它的形状外观都比较好看 金黄色的 平时适量吃木瓜呢 对身体也是比较好 不知道的可以去查了看看哦 这里的水果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准备 皮去掉之后对半切开 取一半就可以 再用勺子把里面的紫和仁刮干净 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 然后切成片 再切碎一点 也不用切得太碎了 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红心的火龙骨 去皮之后切成片 再切成条 这里我准备了两种水果馅料 这两种馅料都是我家人比较喜欢吃的 你们在家做就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做就行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装入盘中 水果馅料准备好 糯米粉糊就已经蒸熟了 打开盖子看看 奶香味扑鼻而来 再给它取出来 用铲子给它翻拌一下 放一旁放置不烫手 跟着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适量的椰蓉 放一旁备用 然后将不烫手的糯米粉面团揉一揉 再取一撮放在手里面捏一捏 把它捏成小圆球 再整理成片 不需要太薄 像这样就可以 先打入木瓜馅料 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在腌蓉馅里面 均匀地裹上一层椰蓉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会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给它摆入盘中 接着 再包 虎龙果馅料的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包起来 裹上椰蓉 摆入盘中 摆入盘中 像这样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甜品就做好了 糯鸡鸡的 好吃 不腻 软糯香甜 入口即化 虎龙果 木瓜的甜度适中 吃着不会过于甜腻 而是让人感觉到满口生香 每吃一口 都带着淡淡的腌蓉香味 还伴随着牛奶的香味 真的是非常的满足 皮薄 腺大的 特别的好吃 还不粘牙 上桌就连挑食的孩子也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美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